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首先A远讲 他说为了实现兼容 RISC是从CISC的系统中 挑选一部分来实现的 首先后半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很多的RISC里面的指令 其实是CISC里面部分的一些指令 挑选出来 以及在一些新加的 但是它并不是为了实现兼容 而是因为原本的那些部分CISC指令 它的这个使用的频率很高 那在我们的这个病情流水线里面 它会呈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B选项 然后早期的比较简单 采用RISC之后 CISC的体系结构 又恢复到早期的情况 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采用了这个RISC技术之后 我们这个流水线 也可以很好的发挥作用 所以就采用了流水线技术 那采用的流水线技术 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这个效率 但是同时 我们这个计算机也是更加的复杂的 你想想 原本是一条指令 执行完再执行另一条 现在就是多条指令 就是流水线并行了 所以它是体系结构 会遇到更多一些复杂的情况 B选项也是有问题的 C选项 它说主要目标是减少指令数 首先这个前半句就错了 它的主要目标 是为了使我们的这个指令 使用的频次更加相等 使用的这个时长更加差不多 方便我们这个流水线技术 然后增加每条指令的功能 这句也是错的 我们对于这个ISC 精简指令系统 它的这个每条指令的功能 其实是更加的少 这样的话 它才可以做到 就是说 每条指令使用的频率 然后每条指令的这个执行时长 差不多 所以ABC都是错的 所以要选正确答案呢 选择这个D选项 这要题讲解结束 所以我们用来评论了 以后我们用来评论 我们用来评论